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帅 最近呢,这段时间 有人 又喜欢上什么多肉了呢 最近最近挺火的多肉啊 他又喜欢上这种 薄叶的了 之前玩呢,玩那种厚叶的 哎,喜欢肉嘟嘟的 最近呢,又有一批人呢 又喜欢上薄叶的这种多肉呢 今天呢,我给他盘点一下 什么样的薄叶的多肉呢 比较好看,也比较好咬 来吧 首先呢,咱们看一下这一款 这一款呢,是我比较 喜欢的多肉之一啊 因为呢,他的叶子呢 看是香味有点 说绿不绿,说蓝不蓝 但是他仔细一看呢 他的叶边的颜色 就像是那种 彩绘上去一样的 边边呢,都会有一些粉粉的感觉 叶边呢,都是像 就是 打了光一样 就像我们的那个 灯带啊,在你们的房间里边 打出来一道光一样 非常的漂亮 这一款呢,而且它是属于这种 容易长大的类型 很多买多肉的人呢 它就感觉你家的多肉啊 小了是不好看的 它喜欢在院子里 养一些比较大客的多肉 这一个呢,无非是 最适合的多肉之一啊 最适合的多肉之一 然后呢,咱们再去看下一款 再跟着我的镜头 来,跟着我的镜头看下一款 这一款呢,叫做薄化妆 薄化妆 其实啊,在上一期 视频里边啊,我说过 这个薄化妆 在我 认为来,夏天是最难看的多肉 没有之一 你看,一层一层的叶片 比较薄,是吧 叶片比较薄,也没有什么颜色 就是纯纯的绿色 但是,一旦到了秋天 它这个外边的一层呢 都会变成铜红的颜色 红红颜色 然后包着它里边那个芯 别提有多漂亮了 因为这个时候呢 薄化妆的价格呢 是在夏天比较便宜的 然后呢,秋天呢,你提前买一颗 然后回家 回家之后呢 你再供养出那种极致的颜色 这个呢 是比较比较适合的 比较适合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这一款 这款壁头 有的人为什么 认为它 它叫壁头啊 他们不知道怎么叫壁头啊 他们也不像头啊 实际上壁头呢 当你空好了之后啊 它的每一块这种头啊 每一个头呢 它会跟桃子一样 包成一个球 包成一个球 我这边还没有空好的 嗯 等于有空空的 我再给大家拍给大家 现在呢 这个时间段 温度还是稍微有点高 所以说还没有空好 这一款呢 也是比较受喜欢的 生意 所以接下来呢 我再给大家看一个 就是这个 这个我们家状态不太好了 咱不拍这个了 嗯 我们不拍这个了 我们去那边找找吧 那边找找 这一款呢 也是受比受别人比较喜欢的这个多肉之一啊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多肉啊 你无论怎么养 它永远不会出现绿色 它永远不会出现绿色 哪怕是秃了 它也是带着粉粉的这种颜色 所以说呢 有的人 嗯 就是不会空养的呢 就认为这个 多肉是比较好的 实际上它也是比较好的 在国外呢 很多人都喜欢这个品种 嗯 而且还有这个对面的这个紫珍珠 在国外都是备受别人欢仁的 别看咱们中国呢 呃 是比较普普普普通的这种货 是属于普货 嗯 所以说 有的人呢 跟咱们的这种观点呢 是不一样的 国外的人 人就就喜欢这种 它有这种 你看 这种大叶的 长得比较快的这种 我们叫大白菜啊 实际上它是一种 卷曲的这种野餐的 有人也很喜欢 好了 咱们就拍到这里吧 因为时间关系嘛 我们也不能拍的太长 咱们就到这里吧 这样的出销 吃了吧 吃吧